您现在收看的是年代新闻 美琴一起出席 还戴上了101图样的国旗围巾 马总统致辞说 回顾这过去的一年 真的是很平安的一年 不管是台风地震水灾 还有人为的灾祸都非常的少 甚至是历年新低的 而府方也准备了蛋糕的国旗拼图 还有101位小朋友合唱生日快乐歌 开口唱国歌 戴上101图样的国旗围巾 出席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 马总统穿上历领飞行夹克 夫人周美清则是黑色羽绒外套 和牛仔裤先生 现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 要用拼图的方式 同心协力把国旗蛋糕拼凑完成 同时总统副总统抗力 也都一起加入我们拼图的行列 为了庆祝100名元旦 总统府还推出特别 中国人统计划 五人统计划